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旋在的顺服 这个已经很难了 而且还要求你这种顺服呢 必须是从内心中发出来的 这种顺服还在走心 这就更难了 那么第二呢 你再看到第七节 再一次的说 甘心是风 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再一次的提到 不只是外面要去服侍他人 而且要甘心呢 乐意 心里面还得愿意 主人说 你给我打水 我要洗脚了 你就打水过来 你心里面还心花路放 这个有点难为人 那再接下来呢 还有一处 对吧 第六节那里 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 保罗说你们在职场当中的一个圣徒呢 不但是要外面行为上 是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 而且呢 要从心里面 所以保罗呢 在这一段里面 首先给我们的提醒各位的一点是 他不是只是在要求一个外在的顺服 他回到了五章二十一节那里的总原则 就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乃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 内在的动机的改变 所以各位 当你信了主之后 你在公司里面的工作 主首先不是说 你现在要如此这般的去行 主首先是说 现在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 你的心态应该变了 你的动机应该变了 你里面的整个的心 要被福音所扭转 所以呢 三次的提到心里面的改变 心里面的顺服 心里面的遵守 那么第二呢 我要请你注意一点 在这一段里面呢 还有一个词啊 或者一个句式 也出现了三次 就是像 你看到第五节 说你们呢 要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你听从的是你公司的老板 你部门的经理 但是保罗说呢 这件事呢 要像在听从基督一样 然后第六节 再一次的说 不要指在眼前 侍奉像是讨人 喜欢的 要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循神的旨意 所以他说 你在公司里面呢 你听你老板的话 不是因为必须讨好老板 不是因为你希望讨好老板 这件事情呢 要像在讨好上帝一样 在讨他的喜悦一样 做这件事 第三处 第七节 甘心事奉 好像服侍主 不像服侍人 他说你在公司里面 做事的时候呢 你是在服侍 要么是服侍公司里面的上司 要么呢 是服侍面对客户 或交费者了 这个时候他说 这件事情呢 要像是在服侍上帝一样 哦 你说这个话 我好像听过 叫做顾客就是上帝 哦 我服侍顾客和客户的时候 好像在服侍上帝 请注意啊 这个有没有差别 这有没有差别 顾客就是上帝 是把顾客本身当上帝 他是你的上帝 翻译成 你知道我八十年代的时候 或者应该到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这句话出来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见上帝这个名字 就从这里听见的 在中国社会里面 那个时候其他地方没有 虽然没有听过有上帝 对吧 但是我们以前中国人 同样的会说这个话 只不过不会用上帝 因为这个基督教的 我们说由来便是 娘 顾客就是娘 对吧 客户就是娘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使用主义的态度 这是把对你有利的人当作你的神 顾客不是上帝 客户也不是上帝 上司也不是上帝 但是保罗说服侍他们的时候 你要像再服侍上帝一样 你明白这个差异吗 他不是说你服侍的你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上帝 把他偶像化 而是说你在服侍他的同时 你要知道还有一位是在场的 但是他是另一位 是另一位 在服侍一个看得见的人的时候 保罗说这件事要像 在服侍一位看不见的 但是在场的上帝